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Mitsubishi最新的三菱電機 EHV250JT-TW 然後它這個也是日本製的 然後它的強項在於它多了HEPA濾網 以及它是更AI智能的 除濕調控 然後這個是這一款的 比較有特色的點 那原本我是用的一款是 EV250HM-TW 就是在它在做最後一批的去化 然後轉換到疊代到這個新款 我前面買的 然後這款是原本在用的 然後這款的除濕力很強 那主要是因為現在都切換到這款 然後我在MOMO買 然後現在在做開箱 那我先去拿一下 所以這個MOMO大概兩天到貨 然後還送了一個 循環扇 然後它的價位的話 比我之前在 原本這個經銷上還多一點 然後這是說明書 然後能效標誌 它的儲食機是一級 然後 空氣清晰機是四級 然後這是 它有強調在這個AI 智慧運轉 對AI智慧運轉 然後 其他的一些功能 所以它除濕 空氣清晰跟除臭 AI智慧偵測 然後又是變品 可以達到節能省電 然後它主打還是以除濕為主 然後清淨為福的一台 新的台灣 版本 就是TW這個 SKU在台灣的銷售 然後 然後 好像是三銀電機的一個 商品說明書 對這是一個保證書 然後 我們就來拆一下 然後它很明確的看到它這個 它連 可以看到它這個拆箱 它連警告標誌這邊都是日語 所以這是蠻特別的 代表 這個拆箱還蠻方便的 它是直接拉起來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拉起來 這個開箱比上一代的會方便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本體 它就是有防止刮傷 本機 外 覆蓋保護薄膜 對然後它是說請從上方 外側包裝箱 打開並卸除 然後有時室內 因為 濕度機跟顯示濕度跟 除濕機的顯示濕度不一樣 是因為擺放場所不同 這個其實是三銀比較特別 就是 我通常在 除濕的周圍 觀察到的這個濕度 都比較 比較高的 然後 在除 應該說 觀察到的濕度是比較低的 因為它已經除到附近的濕度 但是 在除濕機上面其實是比較低的 這個是 可能三銀在 周圍的除濕比較強 這種綿 那這個在 我另外買的 惠兒肥的就沒有 比較沒有出現 那我們再來把這個 拆掉去跟 欠有的去比較大小 可以看到它做了一個改善 它做了 地反的這個隱形的滾軟 這個是上一代 也有 對 但是它的體積來說會比 這個再 大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把它拆掉 它這邊上面寫了一個 KEEP UP FILTER 以及這個 這個功能 我們把它拆掉 這台我現在看到 網路上的這個開箱會比較少 對 這個開箱比較少 我先拆給大家看 這個要小心的 因為它是有做防護 再建議就是先切一點點 這個旁邊的 就好 這個防護也拆掉 這個 這個整個質感是有提升一些它的出來 就是它的 有做一些收集該款 當然它的 它在網路上賣的那個240那一款 是新的 就是少一公升的版本 但是它這個羊250的話 它有結合 除臭跟 清淨功能 它還是 就是 坐在這個 負荷型的新機器 而不是240的那個版本 然後可以看到它後面有 活性濾網 這邊 就是活性濾網的安裝 這個它有寫 將活性濾網要安裝到本體上 對 這是安裝的本體上 好 然後它要拉開前置濾網 拆下HEPA濾網 並且將塑膠袋中 取出 活性碳濾網 然後將濾網安裝到本體 推至深處 然後再將前置濾網裝回本體 所以它是兩個步驟 好 好 喔 這還蠻特別 它是一個活性碳濾網 可以看到這上面有很多活性碳 對 那 我們就來看拉開前置濾網 好 然後拉開前置濾網之後 它有說要先拆下HEPA濾網 拆下 然後取出 活性碳濾網 將 將 濾網 將佛性的濾網 推向深處 拉柄 露出並朝向自己 沒有 拉柄 這邊要露出 然後朝向自己 然後推 推向深處 應該是這樣 卡進去 好 這樣就卡進去了 然後 這邊也是把 這個活性碳 這個HEPA濾網 推向深處 拉柄也是露出 要朝向立體 就這樣 所以就是把它撞進去 然後它這邊有個收納差 所以這個可以看到 還蠻特別的 然後最後就是把 下方卡榫插入本體 下壓發出 咔嚓聲音為止 所以這邊 下方插入 這邊咔嚓 OK 就結束了 這就是完成 然後它通知事項這邊有幾個 第一個是 內建HEPA濾網感測器 如果未裝 就選擇AI 智慧或空氣清淨 濾網更換 提示燈會閃爍 會有警報器 機器會運行但無法發揮空氣清淨功能 那如果未裝 HEPA濾網 能夠選擇除濾跟乾淨 但相較於 裝HEPA 風量跟除濾機都有差異 所以還是建議先把它裝上去 好 那這個就結束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 直接開機做個測試吧 那因為我原本的這一台呢 是有做 水管 我們就把它拔出來 這台是原本就有插的水管 那因為我本身就是 在裝好的時候就有設計這個 水管的 的設定 因為像我這個雲晶的 Narvo J3的 也是有做上下水的 這個 布 的這個布線 所以呢現在我這台其實也是 24小時在廚師中 好 那我們就要來看說 這個是不是也有廚師的功能 24小時廚師的 口味 那他這台其實 還蠻方便的 我們就把這台拔下來 然後看他口味是不是一樣大 或是他可能要先拆下來 他拆下來之後 然後 看到了 再去對齊 然後把它插進去 其實他的 其實他的這個 水管呢 是一樣 用一樣粗的 他水管是一樣粗的 所以基本上跟原本的那台是可以共用的 那我們就把它插進去之後 他這邊會有個 要轉出來的點 所以你要看好 把它轉準 然後再對齊 他這水管可以露出來 那我們就來測試這台的效益 那我們先把這台關掉 拔掉 然後我們來測試這台新的 到底效果 那一樣我們先把水管給插進去 然後再插上我們的 好然後這時候開始啟動 好那這時候就進到我們 這個除濕的環節 所以他現在這邊有AI 智慧就開始啟動 然後他這邊也可以切換 空氣清淨模式 單一模式 跟除濕模式 然後除濕模式可以做 濕度射度 一樣跟本來這台 然後再來 250 這台呢 一樣就是 他會有一個 50 濕度的限制 50%的限制 那他跟之前其實會員譜 是類似 那 我們就先切換到AI智慧 然後他可以顯示就是 目前的 情況 風速也可以調自動 然後風向 這個AI智慧就沒辦法調 然後內部乾燥可以打開 跟這個一樣 然後再來是 3秒 都有個速 那這個PM2.5 意味這個 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情況 他有閃爍的情況 那我來看一下 他有閃的情況 是不是有 這邊是他的說明書 所以 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他的 所有的細節 他這裡都有一些細節的 觀察 這個整個的 功能還是蠻完整的 然後他寫的也蠻詳細的 所以 大致概是這樣 然後你就來 到時候來看看他的整體效益 效果怎麼樣 他的廚師效果 然後他的整個AI智慧 明天效果怎麼樣 然後最後 可以再做個特寫 好 那這台就是我們的 這台就是 HEHV250JTTTW White 就是有Inverter 然後 Triple Decker Hex 跟HIPAA Filter 日本製的 最新的 在 某某購買 然後這是他現在的 整個 樣子 然後這台是原本的 舊機型 就是 250 HMTW 他的 也不算上一代吧 因為他新一代是 同樣的 樣子 但是他是 240 然後這台是 他有一個 19升 19公升跟15升的一個 系列 線 他的最大款 就是 這個 250 的 JTTTW 這款 整體的 體積來說 他還是比較方 然後再大一點 只是整個 這個Panel的地方就更美 然後功能更多 因為他有多了AI智慧 那空氣清淨更多了 HIPAA的綠網 所以 等於他有個 更強的 空氣清淨功能 就是把原本可能 匯而補 或其他品牌 強打的那個 HIPAA 這個 可能過濾PM 2.5跟1.0的這個地方 做進去 那他強項就是 在這個清淨機 可能就比較基本的 一些 後面他是用這個濾網 去做 那現在就是用 更完整的這幾個濾網 去取代 大概是這樣 那 這台呢 就是我 說的就是 惠爾普在Costco賣的 那目前這台 其實他比較特別是 他可以 他 他就是 他的濕度就是可以在 在降低到 甚至30 但是像 像那個 30的缺點 就是沒辦法降 但是他的整個 其實他的 分貝數其實 現在體驗下來 還是 相對比較低的 我們可以把他濕度 再調低一點看看 把這個 流通鎖解開 然後我們來看 除濕的話 如果調50 然後風速調強 他的整個 效果是怎麼樣 其實聲音 相對於 這台我覺得會小一點 我的體感是 所以這個也是有一點改善 這已經是到強了 但是 其實聽起來不會很吵 這台其實 大家可以體驗一下他的聲音 那這台就會有一些機身的震動聲 可以明顯聽到 所以 總體體驗現在還沒有很明確的 廚師體驗這個後面可以分享 但是如果以整體的 這個 分貝數 噪音的話 會比 舊型的還要好一點 那我們再來 後面才來看他整個 水管 就是自動接水 他的 情況怎麼樣 然後 還有他的清淨效果 這後面都可以再分享 好 謝謝 謝謝